在微软 Power BI 中进行数据清理时 栏位提示可以协助您判断资料是否正确 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栏位提示 唯一值数量 最小值和最大值 空值百分比 格式 综合利用上述栏位提示 可以协助您快速判断资料是否正确 进而进行必要的数据清理和转换 以确保资料的品质和可靠性 所谓的资料清理 这边其实它会有一个提示 这个资料清理它下面 它这个绿绿的你游标只要移过去 它会告诉你 这个叫做行ID 栏位名称叫行ID 里面绿色多少 红色多少 黑色多少 因为在这个栏位里面 你去看所有的大数据 你去收集过来真实世界数据 大概针对这个栏就只会有三种事情 第一个就是有效的 第二个就是错误的 第三个就是空值 我们数据清理 我们数据清理就是要再去从这个有效的数字中 你可能还要再区别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举例来说 如果说我们拿这个订单日期为例 是不是应该做所谓的数字清理 我们日期没有空值 那万一真的有空值发生的时候 您是要放哪一天 我们可能就会定义了一个叫做 因为日期只要是日期 我们规定预设不可以放空值 所以这个时候您这边日期的空值就已经被定义成 可能是1900年1月1号 我有看过有人定义成2999年1月1号 就是不可能讲到的 不可能就是算到的那一天 而且什么叫错误 举例来说 2022年2月30号 2022年5月32号 那就是错误了 那日期不可以有空值 如果错误日期 我先把错误日期先去做写程式来去比对 我先把错误日期设计